长生内容 中电在屯门40万伏特供电系统下午曾经短暂电压罩降 影响九龙和新界多区 全港发生超过100宗的混列 初步怀疑电压罩降和龙股滩发电厂的设备故障有关 政府说十分关注近期几宗同类型的事故 要求中电交代并采取有效的改善措施 受到电压罩降影响 包括例境纪律部队宿舍在内 全港一共发生超过120宗混列事故 但是在黄大仙区 黄大仙上村、池外苑、云华街等就有多宗 灯有少少闪一闪 很短时间 一两秒 我以为灯坏 后面又没见灯有什么 这边关注了一宗 还有电压网停了 不用担心 香港最好电力好什么都好 不然有时候有些故障 全港也有至少30宗火警钟的影响 至于香港单车馆 因为电力故障需要紧急维修 下午曾经暂停开放两个多宗 单车馆其他的设施 例如是儿童游乐室在下午4点多重开之后 已经有不少的家长带子女来到轮后入场 港铁黄部站也有扶手电梯一度出现故障 暂时未知两者和电压走钢有没有关联 中电表示下午大约1点29分 屯门40万伏特供电系统短暂电压走钢 其间电力供应没有中断 政府之后说根据中电提供的资料 初步怀疑和龙骨灯发电厂内的设备故障有关 环境急生态局已经要求中电 向公众交代和采取有效改善措施 中电也都要在四个星期内向机电署交报告 因为发电厂有时的机率是很低的 因为发电厂是一个很稳定的环境 发电机的保养也很严格 只要有一部发电机它运动 当然是出现问题 出现问题的环节可以很多 可以在波轮发生问题 亦都可以在发电机里发生问题 当然你说可能是会供应的时候 天然气那部分的管道出现问题 不知道要看电灯公司的调查 中电一个星期前亦都录得短暂电压咒缸 涉及连接元朗指导荔枝国的供电系统 中电当时怀疑是受到元朗18乡的山火影响 何永叶认为接连发生电压咒缸 中电应该涉查 无论是什么原因都好 我觉得当局是真的要在巡查方面 中电是做得比较紧密一点 我不是说它的电力是都不稳质 始终那个电压是会因为这个原因 涨缸影响市民 这个我希望电力公司可以 有关公司可以证实一下 他建议加密电力测试 和目测巡查 避免再发生同类的事故 无线电视记者现在欠不读 各位 中电正是举行记者会 交代电压涨缸的事故 看看现场 我们正是调查事故的原因 并且会在四个星期内 向政府提交报告 多谢大家 各位有立法会员也说 现时管制计划协议当中的供电惩罚机制 是未能涵盖电压罩缸的问题 建议应该扩展 令到两电正视这方面的问题 中电在青衣牙英州街边电站 一月设备故障 导致葵青沙田等多区电压罩缸 一共有20宗升降机被困事故 上个月底 接连元朗去到荔枝国的供电系统 怀疑受到山火影响 同样令多区电压罩缸 升降机被困有至少50宗 连同今次电压罩缸 已经是四个月内第三次同类的事故 每次的求助数字翻倍 但三次中电都说供电未有中断 根据政府和两电签订的管制计划协议 两电在供电可靠性 和恢复供电设掌罚机制 如果供电长时间中断会被罚 而去年年底完成的中期检讨 就针对严重大型供电事故 引入额外惩罚机制 不过多个立法会议员说 这个机制未有涵盖电压罩缸的问题 认为应该扩展 如果影响市民较多 时间较长 同样应该要罚款 若然我们看到是反复发生 也在短时间内反复发生 我想我们的市民都可能会去考虑 在未来的掌程机制里面 是不是也都要考虑 在一定的时间里面 如果是反复发生这些电力罩缸的话 就是需要有一定的惩罚 我相信社会都会去探讨这个问题 现时旧色星降机遇上电力罩缸会 整部停运 有议员说 如果设计新的相关罚款机制 能够促使中电 资助这些旧色大厦业主安装新装置 避免升降机停运 减少有人被困的事故 次次道歉就算了 罚款又不会罚到他 因为不算停运 如果你有机制罚款 罚款金的呢 中电就要想 我每次这样下去 可能限制几千个电运 我到底罚款好处呢 还是不如我索性出钱资助 环境夹生大局说 已经指示基电署 加强监察中电技术和电力安全的表现 古千迟记者 刘俊玉部 港铁条警令站下午有列车故障 官堂线整体行车时间延长 已经是连续三日发生事故 有立法会议员说 涉及的路段由同一团队负责 港铁要检视 事发下午大约1点半 港铁说条警令站附近往黄埔方向 有列车设备故障 黄埔站来往条警令站 行车时间要多15至20分钟 九龙堂站 官堂线月台逼满乘客 有乘客说行程瘦了大约10分钟 它全弯线都禁止了 已经连续两天了 因为昨天都故障 所以连续两天都影响了 所以是有点生气的 到下午2点多 港铁将故障的列车移离行车线 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 港铁连续三天 列车服务有延误 由麻地站星期五上午发生讯号故障 也都影响官堂线黄埔至条警令站 车程多10至15分钟 星期四就是荃湾线出事 占沙咀站附近路轨出现裂缝 列车经过时候要慢洗 曾经任职港铁的立法会议员 张欣宇说 荃湾线和官堂线属于同一系统 由同一团队负责 虽然那些故障各自有自己技术的原因 每种故障有些不同 但是其实都是值得去看看 其实这个团队方面的 在维修保养方面的整个管理 以及一些设备的状态的问题 港铁尤其在官存线 这些市区线 其实它去前线的人手 都还是长期不足的情况 都很难去怀疑 其实这个事故不断出现 和那个人手不足的问题 都存在一定的关系 他又说港铁上个月底宣布加价之后 出现这些事故观感不好 认为港铁调整票价机制 应该和整体业务挂勾 无线电视机者何曼君不道 垃圾征费先行先试 推行近一星期 饮食业界话人手短缺 难以做好除愚分类 有行会成员说 要改变全港的市民摔垃圾习惯挑战很大 14个厨所包括住宅和食市 4月1日起 推行垃圾征费先行先试 饮食界立法会议员张宇仁说 全港每日平均有1100至1200吨厨鱼 业界无人手造厨鱼分类 食肆都没见到输入老公 所以事实上本身是已经有困难 现在他都不休工作做 我们去到九龙城请个洗碗 都说到二万二 不是说笑 有公屋在隔离 都去到这样的假设 你要叫他们重新学习 如何将厨鱼分类 都看不到 8月1日 整个业界的二万多家 加上所有的有排的食肆 能够处理得到 经文联立法会议员盧伟国说 现在垃圾收费配套不足 垃圾最终都是云网堆填区 希望当局考虑 在第一座能够转费为能的 焚化发电设施啟动的时候 才推动征费 炭中黄及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主席 行会成员林郑才说 要时间给市民慢慢改变 垃圾的习惯 一下子改变七百多万市民 挑战是大 不过我就觉得 我们咬牙筋 起了步 不要想着我们一下子就做到一百分 我们可能做到六十分七十分 其实我们就开始在那里 用至少一两年时间 给大家习惯和不断进步 他说政府会谨慎考虑市民的意见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君报道 美国裁长耶伦由广州转抵北京 他早前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方会谈 讨论产能过剩等等的议题 中方就美方对话经贸限制措施 表达严重关切 美国裁长耶伦结束往周行程 坐专机转抵北京 美方说他访经期间 将分别会晤国务院总理李强 裁长蓝佛安 人民银行行长潘公胜等中方官员 据早前捷连两日在广州 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方会谈 据报多场会议 历时超过四个小时 耶伦在会后说 美方尋求为美国工人和企业 争取公平的竞争环境 美中双方同意就维持平衡 经济增长展开交流 双方同意建立论坛 就打击洗黑线等议题展开合作 耶伦向记者说 他和中方单例讨论产能过剩问题 已经花了两个多钟头 耶伦又说 产能过剩是复杂的议题 牵涉中方整个宏观经济和工业策略 并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 关键是要维持双边关系发展 从而提供渠道 令到双方互相聆听 避免冲突 耶伦和何立峰曾经在星期五会谈 当时何立峰说 希望中美双方为两国企业 创造良好投资环境 新华社说 中方就美方对华经贸限制 表达严重关切 并且就产能问题作出充分的回应 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沟通 又说双方围绕着落实中美元首重要共识 就两国和全球宏观经济形势 中美经贸关系和全球性的挑战 进行了深入、坦诚、务实和建设性的交流 报线电视记者朱绍林报道 中美两国重启中断了两年的 海上军事安全初商机制对话 中方表明 南京安全和国家安全物不可分 会依法依规回应危险挑衅行动 美方说和中方保持沟通 对维护区位安全自关重要 一年两日的中美海上军事安全初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 星期三四在美国夏威夷举行 中国解放军、美国印太司令部、太平洋艦队、太平洋空军的高层出席会议 是两年来首次对话 亦都是自2019年疫情以来 双方代表首次面对面会谈 中方说今次会议是为了落实中美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 推动两军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双方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 就由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了坦诚和建设性交流 亦对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 执行情况进行了评估 以及讨论改进两军海上安全问题的措施 中方指出 南京安全和国家安全物不可分 中方坚决反对任何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 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的行为 官方将继续依法依规回应一切危险挑衅行动 建订维护自身领土主权 以及海洋权益 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 美国传媒引述美国印太司令部陆军上教弗朗西斯 在声明中指 和中国解放军进行开放直接和清晰的沟通 对维护区域安全至关重要 报道引述美方官员说 过去几个月和中国军机和军舰有关的不安全事件减少 今次回谈的目的是要确保有关趋势可以持续 并提高区内驻军部队的整体安全 据报双方同意继续举行海上军事安全初商机制协定 以及双边国防政策协调等例行会议 美国中议院前议长佩洛西 2022年8月初访问台湾惹来中方不满 随即中断和美国的军事联系 并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不过随着中美两国元首去年11月 在美国三藩市会议中美关系开始解动 不过中方也都一再警告美方 切勿插手台湾和南海事务 又去平美方对台售武 令区内局势变得更加危险 无线电视记者陆子琪报道 稍后还会报导 回来新闻时间 政府提出每月举办烟火和无人机表演 旅法局5月和6月会配合节兴举行四场表演 旅法局说会按不同季节 月份设计表演项目 5月1日举行首场会演 配合五一黄金周 当晚8点会在尖东海滨举行烟火表演 到5月11日 配合佛弹和太平清照等传统节日 就会在湾仔临时海滨花园对出 举办无人机表演 至于6月 端午节会安排无人机表演 之后国际龙洲邀请赛首日赛事 再举办海上烟火表演 不论是城市或者任何大型活动 提早宣布提早准备 跟商户一起合作 他们可以就这些活动 去做他们商业方面可以配合 可能有些是否看烟火的套餐 或者是无人机的欣赏 另外香港大球场正举行香港国际七人篮球赛 程定一说参与的四成都是旅客 四成旅客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经济效应是一定有的 他相信不同艺术文化体育等大型活动 可以将香港故事讲得更好 母线电视记者叶子华报导 下星期是泰国潑水节 九龙城下星期五起一连三日举办加年话 今年潑水活动移至甲冰达道公园 南球场举行 并且会设有人数限制 下个星期就是泰国新年 九龙城区议会下个星期五开始 举行三日的泰坑分加年话 到时会有泰国舞蹈、泰拳表演 过往一直在城南道举办的潑水活动 就转到贾兵大道公园的篮球场 加入音乐表演 会有人数限制 初步定为几百人 公园不是几多人 就是热楼一点 在街边玩 很多下街的街坊其实不知道 所以有些突然 其实被人无端端潑水过来 搬去南球场会好些 集中些 玩了瘋了 警察站在对面 射警察 他玩 每个人玩得 不是这样玩的 至于改动 是否因为去年 有人针对警察和传媒射水和潑水 九龙城文证专员说 是经过全盘考虑 今年其实是检讨了去年的情况 去年的情况 都有一些令到我们 比较关注和理想的情况 是基于这些考虑 所以我们今年觉得 如果要令到整件事 大家玩得更加暢快 所以我们才决定 是从通盘的考虑 我们决定把它放在南球场 泰国住港总领事说 部分泰国人想像之前 在街上潑水 如果当天有人在街上潑水 又会不会违法呢 在城南道的时候 我们那里是因为 已经有相当多的人去聚集 那里是会有市集的活动 我相信大家应该去想想 如果你在街上走的时候 是否每一个人都希望 无端端在我不知道的时候 有人潑水 如果你在意外 那香港的法例 其实当然有它适用的地方 我们是有什么 可以在公众地方 可以做和不可以做 基本上 跟其他的道路是没有分别的 至于整条城南道 一年三日 会改成车尾商市集 联同两边的商户 一起推动地区经济 无线电视记者 不解谦不留 美国新浅西州 发生黎克特制4.8级地震 纽约港著名地标自由神像 亦都晃动 暂时没有伤亡 或者严重选位报告 地震发生的时候 纽约感受到强烈震动 由室内物品散落到地上 房屋猛烈摇晃 纽约港著名地标自由神像 亦在地震中晃动 有居民正在家里拍摄 听到玻璃器皿碰撞的声音 总部设计在纽约的联合国 当时正召开安利会会议 讨论加沙战事 摄影镜头出现摇晃 会议一度暂停 市政府透过手机向市民 发送多条紧急警报 呼吁民众留在户内 美国地质砍探局说 地震当地星期五上午10点多发生 震央位于纽约市以西 大约64公里的新泽西州中部地区 震源深度4.7公里 美国东岸由于不是位处板块区 比较少发生地震 据报今次是大纽约地区13年来 发生强度最大的地震 从巴尔迪摩至波士顿都有震感 之后又发生十几次愚震 地质砍局估计超过4200万人 可能感到震动 事后新泽西州有路面出现裂痕 亦有历史建筑受损 东岸多个机场一度停航 无线电视记者何英桀报导 乙君承认日前在空袭 杀死7个人度援助工作者是严重错误 隔除两个涉事军官 乙君早前承认在空袭中 誤杀在加沙进行人度救援的 7名美国慈善组织 世界中央厨房人员 经调查之后星期五公布 今次襲击是出于连串疏忽 包括识别失误 决策出错 和违反标准作战程序进行的攻击 两名军官已经被隔职 另外三人被警戒 另外乙方也都计划 重开埃雷茲检查站 给更多救援物资可以进入加沙北部 世界中央厨房质疑以色列 对自身错不进行调查的可信道 要求以方取取切实措施 保障人度主义工作者的安全 联合国安理会继续讨论加沙问题 中方断促以军立即停火 否则支持安理会采取进一步行动 我们敦促以色列立即执行决议要求 停止对加沙的军事进攻 停止对加沙民众的集体惩罚 我们呼吁对当时方有重要影响的大国 为推动决议落实发挥积极作用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同日就通过一项 没有法律约束力决议 要求以色列对在加沙可能犯下的战争 和危害人类罪行承担责任 美国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 和36名民主党国会议员 联署去信总统拜登和国务卿布林肯 要求美方停止向以军转让武器 另一方面以巴停火谈判 周末在埃及开罗重启 有美国官员透露 拜登分别致函埃及和卡塔尔的元首 促请他们向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施压 和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 无线电视记者陆子奇报道 稍后回来会有时事中国 在时事中国 台湾花年清晨在发生5.3级地震 星期三有强烈地震 搜救人员今天再发现一具尸体 死亡人数增加到13人 当局继续搜救同善后 并且为遇难者举行公祭 钟卓熙在《花莲》报道 部分人情绪激动 愿难者当中包括接返天王星大楼 拯救家一只猫而丧生的康奴斯 他的学生和同事都来悼念 因为前一天我们才一起带着学生做活动 然后一起用晚餐 然后没有想到隔天就是会发生这样的汗事啊 是可以理解的啊 因为他一个人在异地 然后其实宠物就像他的家人 而且他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尊重跟爱护生命的老师 老师已经不痛了 鬼鬼跟着菩萨去修行 联合灵堂未来几日会继续开放给公众来悼念 当局又说会主动联系愿难者家属提供协作 至于严重倾斜的天王星大楼 因为了一部倾斜要暂停清测工程 部分的大楼外场已经敲碎了 可以见到单位里面的情况 和住户流下来的责物 既然安全问题 当局不准住户回家收拾 另外多栋建筑物在强振之后都列为危流 部分开放半个小时 被住户回到单位那里执拾 在重灾区太老角 搜救工作继续进行 萨加丹报道有多个人被土石掩埋 搜救人员再发现一具尸体 证实是失踪的21上女人 同一个地点失踪的一家五口 早前已找回爸爸和大女儿的围体 不过妈妈和两个子女就还未找到 家属一直在应变中心那里守候 至太老角往西的路段已经长通 被小型车通行 可以撤离滞留的人 包括精英酒店几百个旅客 而被落石击重移交通中断的 蘇花公路下清水桥仍然在抢收 之后可以开放给小型车通行 无线电视机者中卓熙在花莲报道 广东多地暴雨持续 潮关多区水浸 而深圳早上也下暴雨 深圳早上多区 横风横雨 光明区雨势很大 有街道轻离水浸 当地一度发出暴雨黄色预警 潮关近日也落大雨 部分路段积水达到三十多厘米 有民居被洪水淹浸 昨天就刚好到这里了 坐11天这里了 在没有班的时候 没有一个小时就上这里了 这两天就去到朋友那里去住 有村庄水深超过一层楼 坐坐坐坐 消防出洞障皮艇 逐一构出被洪水围困的村民 轮近的清卷同样大雨旁沓 部分低华地区水浸 连州也有民众被洪水围困 消防员到场将他们救出 由星期六凌晨凌时到下周两点 全省有十个气象站 录得超过一百毫米的大暴雨 七百多个气象站录得暴雨 气象部门预计 星期日月北珠三角等地会落大雨 并伴随强对流天气 预计到下个星期一雨势才会明显减弱 而暴雨就连续两天影响交通 部分列车要限速行驶延误行程 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继续访问陕西 明天会转去北京 马英九早到西安的秦始皇帝陵博物园 参观兵卖涌 国台办副主任仇开明继续陪同参观 台湾传媒报道 正值大陆清明节假期 在星期五单日有六万多人入场 官方早做清场接待 等到马英九离开才重新接待游客 到下午马英九到房西安国家版本馆 馆内收藏了大批古典书籍 台湾传媒报道 马英九星期日会搭高铁去北京 第二天会参观盧沟桥 北京故宫博物园 并且会与北京市的领导会面 海南文章正是筹建 卫星超级工厂未来可以大批量生产卫星 降低生产成本 预料年产量可以达到1000枚卫星 传统制造卫星是单火制造 并且用在特定领域成本高昂 海南文昌近年推动建设商业航天产业链 包括建造卫星超级工厂 即是用造车方式批量生产卫星 降低制造成本并且增加产能 工厂和过去研制的卫星不同 主要它是一个批产的特点 大概是一个年产能力达到1000克卫星 专家说超级工厂员工之后 可以加快卫星出厂程序 以前都是全国各地去造卫星 运到海南以后 拆掉包装还要再测一下 测完以后才能去发射 那在海南建超级工厂的意义 就是出厂机发射 在过程中都会加快它的发射 海南文昌当局说 正是争取将文昌航天城 建设为国家级商业航天创新示范区 以及是国际合作先行区 内地近日宣布放宽汽车贷款政策 民众买车最多可以借足十成 即是零首期买车 广州这间新能源汽车门市 有顾客在试车 他考虑换一架新车 如算是十五万人民币左右 我自己的预算的话 大概也就是贷款大概差不多十万 刚刚有算了一下 应该在三千块钱左右 还是可以接受的 人民银行和国家金融监本总局 近日宣布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 检视了借款人的还款能力之下 可以自行决定自用的传统动力汽车 和新能源汽车的贷款最高发放比例 即是消费者买车的时候 最多可以借足十成 不用给首期就可以买车 为了鼓励民众换新车 当局也宣布 减免汽车提前供断而产生的违约费用 支用汽车贷款最高可达100%的比例 进步提高了居民 借助汽车贷款购买汽车的能力 也有助于降低居民 通过以旧换新购买新车的负担 提振居民汽车效益的异样和能力 另外有汽车销售价人士说 近日汽车门市都跟随政策 能退出更多买车优惠 进一步刺激消费者计划买车 有企业为在北京的港生举办招募广作 负责人说 在北京的港生举有两文三语能力 了解内地政经发展 是重要的人才招募对象 驻北京记者张永恩报答 北京三里团太古里是不少年轻人 救物消遣上去的地方 这日有企业在这里举办活动 吸引一批是北京读书的香港学生过来 我觉得很不同 之前他们说来逛街来玩 你不会想为何他在南区要这样设计 北区的设计 他的核心点在哪里 活动还有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介绍招聘需求 并且针对学生提交的个人简历提出建议 这些年轻人都是在香港长大 而他们选择来中国内地读大学的话 他们会了解到中国内地的政经经济发展是怎样 就是我们说的两文三语 而这个将来在他们在职场上 一定会加强他们自身的竞争能力 主办活动的商会就希望 学生可以了解跨国公司的企业文化 商会又说未来会继续组织学生参观企业的活动 和计划在北京和大湾区提供全职和实习的工作机会 《无线电视》主北京记者中永恩报道 这次我们再看回 中电在屯门40万伏特供电系统 下午曾经短暂电压罩降 中电总裁罗家俊夜晚交代事故 说是屯门龙固滩发电厂有高压设备发生故障 对此表示协议 重新电压罩降无可避免会发生 就今天发生的电压罩降事件对客户造成不变 我是代表中电是表示协议的 今天下午大约1点29分 在雷布警告生效期间 中电位于屯门龙古滩发电厂 是有高压设备发生故障 引致40万伏特供电系统 是达到0.1秒的电压罩降 那期间电力供应是没有中断的 那由于发生电压罩降的供电系统 是属于高压的供电系统 那不同的地区的客户 或者是会受到电压罩降的影响 在电压罩降这个情况 在不同的电力系统 都是无可避免会发生 我们都了解对市民的一个潜在的影响 所以我们主要现在那个 专注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个专业的团队 一直以来是给一个技术的支援 给我们的客户 警务处署长萧扎仪说 干犯毒品罪行的年轻人数目 两年来减少五成二 呼吁社会各界支持禁毒工作 萧扎仪出席第三届禁毒领袖学院启动礼 又向参与团体致送感谢状 她说涉及毒品案件的21岁以下青少年数目 按年下跌 由2021年的624人 减少至去年的297人 跌幅达到五成二 虽然学生涉及严重毒品 是下跌了很多 有48人 但是这些案件 其实一宗都严重 所以我为什么刚才说 大家你们的付出 是一定值得的 我们希望是将这些案件 是减少到最好一宗都没有 希望透过大家继续的努力 能够将香港这个毒品的情况 是一路一路去改善下去 特別是涉及年轻人 警方昨晚开始 在中环南桂坊两个的士站 试行的士大使计划 打击蓝收车资 加强执法 和保障乘客权益 在中环威灵顿街的士站 穿着橙色背心的的士大使 为牌头位的乘客 记录目的地 预计车支和的士车牌 再将资讯卡交给他们 很好很棒 之前我们从大陆来都不知道 我们也不会讲什么白话 或者是英语 然后这样子就会觉得很安全 很有保障 乖来旅游也会更放心一点 不过又找不到的士站的旅客 就差点上了黑的 我们不知道地士站在哪里 刚才有一个司机跟我们说 如果过海的话 可能要350 我们就说谢谢 拜拜 现在打车看了一下 软件好像100左右 警方为了打击黑的 揽收车资问题 逢星期六日凌晨起到清晨5点 在威灵顿街 和士丹利街两个的士站 安排的士大使 为期三个月 如果在过程途中 有一些其他不当的行为 其实这个乘客 都可以透过的士 资讯卡上面 一些譬如车牌的号码等等 在之后做一些投诉 让警方或者相关的部门跟进 现在我们都要好看回 这三个月里面的一些成效 包括是市民的反应也好 又或者是我们的士大使 在这个过程里有什么困难 来到去决定之后 我们会不会 将这个计划再延长下去 甚至乎可以避免更加大多些的时间 包括可能是假日前的一些时间 又或者会不会延长周末服务的时间 警方封闭难 贵方一大部分行车线 又驱赶盖的士 不准他们驶入的士站 中区连同港岛总区交通部 今年第一季展开32次行动 有5个的士司机涉嫌揽舟车支被捕 若发现12个的士涉嫌改装 无线电视记者蓝豪杰报导 国际方面 厄瓜多尔执法人员抢入墨西哥大舍馆 之后墨西哥宣布和厄瓜多尔断交 厄瓜多尔警方当地星期五的夜晚 抢入在首都基多的墨西哥大舍馆 大捕前副总统格拉斯 据报有多个士管人员受伤 捐入贪腐丑闻的格拉斯 去年到墨西哥大舍馆寻求政治庇护 直到近日获墨西哥给予庇护 总统厄雅就强调 厄瓜多尔是主权国家 不容许有罪犯逍遥法外 之后墨西哥总统诺佩斯指示外交部 和厄瓜多尔终止外交关系 他批评厄方闯入大舍馆 是侵犯墨西哥主权和违反国际法 澳洲东部持续暴雨 超过150人从洪水中获救 星尼部分地区单日的降雨量 相当于一个月的降雨量总和 导致河水泛滥 大坝超出处水负荷 新一轮暴雨集中在新南威尔士州 和昆士兰州等的东部沿海地区 星尼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60毫米降雨量 西部单日降雨量相当于一个月降雨量总和 多架车被浸 部分公共交通延误 星尼最大水库 旭拉金巴大坝水位持续上升 水务局说大坝清晨已经超出处水负荷 开始满舍 星尼以南海岸城镇厄隆江所在地区 24小时降雨量达到200毫米 有民宿被洪水冲走 撞向栏杆严重损毁 屋内一对夫妇及时逃生被送院检查 新南威尔士州多条河流洪水泛滥 紧急部门接到超过4000宗求助 执行超过150次洪水相关救援 并向包括星尼北部等地居民发出紧急疏散令 州长安文斯呼吁 住在低瓦地区的居民 要留意紧急部门的讯息和警报 而鄰近的昆士兰州亦都受暴雨侵袭 多地降雨量超过100毫米 气象局预测 新南威尔士州将会暴雨持续 由于强风夹杂暴雨席卷色尼 可能引发辛雄暴发 呼吁色尼和周边地区居民留在身内 预计恶劣天气星期日将会逐渐远离 母线意识记者封热明报道 澳洲有艺术家将平平无奇的沙滩变成画布 除了吸引不少人欣赏 他的作品还可以与参观者互动 艺术家阿力克斯 这日来到新南威尔士州的麦瓜里港沙滩 在退潮之后平坦的沙上面 先用一支棍和一条绳 勾勒出简单的几何线条 再用一支扒在框架里填补细节 一个小时内创作了这些富有几何美的艺术 他的作品不仅能够点亮人的心情 復活节期间创作的互动迷宫 还吸引了海外游客前来体验 阿力克斯原本是专业摄影师 最初将在沙滩上画画作为业余爱好 如今有兴趣深入研究 提升自己的创作技能 希望可以吸引更多人来游览观光 无线电视记者韩英桥报道 而西班牙一个艺术博览会 今年有更多女性艺术家参与 说办方形容是个突破 一起看 西班牙的马德里当代艺术博览会 是艺术界的城市之一 和往年一样展出世界各地艺术家的作品 包括画作、雕塑、摄影、数码影像 大师级的作品当然都不少 但说到今年最特别的地方 是女性艺术家的比例有所增加 不少作品都有女性元素 这幅题为匿名女性的话 作者说是想表达现今社会结构下 女性有口难言的苦放 灵感来自被誉为女性主义文学经典之一的 《自己的房间》 有艺术监上家说 滲入女性元素的作品有她独有的魅力 近年也多了收藏家收藏 无线电视记者陈维三博道 国际七人篮球赛 翌日的赛事 女法局在中环海滨设户外区直播赛事 直播区一年两日 朝十晚十开放 门票每张50元 朝早不时有雨 人流相对较少 现场有30小时的摊档 也有儿童游乐区 音乐表演 有家长带着子女 来感受七浪的气氛